大家好,我是老谭,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加瓦项目署站,还有个网上商城 上一次课呢,我们将会员中心里边的地址列表呢,查询出来了 不过呢,对于这个地方的默认收获地址呢,我们还需要进行改进 那首先呢,有这么一个地方,我们出现了问题 就是当已经有默认收获地址的时候呢,我再来添加默认的收获地址 这里并没有做控制,就会出现多个默认收获地址 这是不符合业务逻辑的 第二块我们需要改进的呢,就是在这个操作上面 我们是可以将某一个收获地址呢,设为默认收获地址 当然同时需要将其他的默认收获地址呢,给取消掉 我们也可以呢,将默认的收获地址呢,点击取消默认 让它变成一个非默认的收获地址 那么基于这一块操作呢,我们需要在本子课里边解决 好,首先呢,我们来看需要有几个针对数据库表的操作 我们首先回到address.do里边,我们设计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呢,就是设置某一个地址为默认收获地址 这个方法呢,它的参数我们要搞清楚 其实你设置一个地址为默认收获地址呢,只需要知道它的id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非常清楚,默认收获地址的这个值呢,就是1 非默认收获地址,里边这个列的值呢,就是2 所以我的设计呢,相当的简单 我只需要指定一个地址的id 然后呢,通过shake有句呢,把这个id对应的地址呢,设为默认的 那么还有一个方法呢 叫设置为非默认的,也就是取消默认 由于取消默认呢,跟刚才这个设入默认呢,其实是一个意思 但是呢,由于我们在进入操作的时候呢 我们呢,并不方便去取到底是哪一个id对应的地址呢 还是默认地址 所以呢,我们可以想另外一种解决方案 我们传一个用户id 因为在表里边默认地址非常多 但是对于每一个用户来说呢 它只有一个默认地址 那我们等会儿来修改 这个信息的时候呢 我们通过两个条件 一个是用户id 一个呢,它本身就是默认地址 好,我们呢 回到address mapper 我们看这个shake有句该怎么去写 第一个叫set default 这个里边呢,我们写一个update shop address set一下,ease default 既然设置为默认 我们就设置为1 条件就是id等于第一个参数 由于我能够确定呢 要设置哪一个地址为默认收货地址 所以这个id呢,我们可以传过来 这样就能明确的更新一条记录 而如果我要设置 非默认的收货地址呢 情况有点不太一样 那我的update的语句呢 就会这么写 set一下,ease default 等于 条件是user id等于 第一个参数 而且呢 它本身这个列呢 还要是1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呢 就是我要改变的地址 应该是当前这个用户的 并且呢 已经是默认的这个收货地址 只有符合这两个条件 我才改成 非默认地址 好 那么这是我准备好的 deoling的两个方法 那么再回到surface 这个surface也比较关键 首先我们看这里有一个add address 这个add address呢 就是在我增加地址的时候呢 由于有可能 我这里会选择设为默认的 如果我选择设为默认的呢 那么在else里边呢 我就做一个事情 那我就需要呢 将这个用户下边的 默认地址 改成非默认的 因为我现在新增的一个地址呢 设置为默认地址 所以在这呢 我就使用address.do.r set not default 这个use id呢 我们等会儿肯定要通过address 传过来 好 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一个逻辑 将其他的默认收货地址呢 改成非默认收货地址 然后他自己呢 就变成了一个默认收货地址 好 这是增加我们已经做了改进 我们呢 先来测一下 当然在测之前呢 我先将之前的数据呢 改回来 比如说 我现在呢 就保留一个默认地址 重新登录一下 好 这个里边呢 第一个地址 就是默认的收货地址 那如果我呢 再来一个 点击 作为默认 那我现在需要出现的效果呢 是 当我点击保存的时候呢 这个数据要加在表里边 同时呢 他也变成了默认收货地址 而之前这个默认收货地址呢 就变成了非默认收货地址 我们看一下 没问题 张三呢 现在变成了默认收货地址 因为后边的超链接呢 是取消默认 而之前的 这样一个Ruth 它的超链接呢 变成了设置默认 所以这一步呢 我们已经完成了 那么第二个改进呢 就是在 这个地方的操作 我们该如何行 这个操作呢 我们文字上已经做了 区别 但是对于这个地方的超链接 我们并没有做处理 我们呢 回到页面 对于这个地方的HIF 我们同样需要呢 来做不同的提交 这样呢 我的地址呢 改成 address set default 关键是参数 如果我要取消默认呢 我只需要传一个ID过去就可以了 这个ID呢 我通过address来传 接着呢 我们还要传一个参数 dress.1字 default 等于 1 这样的话呢 我就能够区别一下 到底你是取消默认呢 还是设置默认 那我把这一段考过来 放在设置默认这呢 把这个参数改成2 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方法里边呢 它就能得到一个address 这个address 根据我们前面的参数呢 它应该有ID 以及 ease default 这两个属性的值 但是呢 我们如何去传给surface呢 我们这个surface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还得有一个这样的方法 叫set default 并且把address传进来 那如何实现它呢 好 在这个里边呢 我们应该这么处理 不管你是想取消默认收获例子 还是想设置默认收获例子 那么总而言之 你需要先调用 这句话 set not default 就是先把该用户的其他默认地址呢 结果为非默认收获例子 接着做判断 如果这个地址呢 它是想取消默认地址 我们看一下 这朝链接 是取消默认 就是一 设置默认呢 就是二 从这儿呢 我就改成 如果你是设置默认 那我呢 就 set默认 好 通过这样一个逻辑呢 我们就将 设置默认和取消默认呢 完成了 那不管你是取消默认 还是设置默认呢 都先将 该用户下边的默认收获例子呢 改成非默认收获例子 然后呢 根据条件判断 到底需不需要设置一下 传过来的地址呢 它是一个默认收获例子 只有条件是二的时候呢 我们才设置它为默认收获例子 这样呢 要跟 我们这对上 好 有了这个方法呢 我们再回到 Action 在Action里边呢 我们首先 可以得到一个Use ID 接着 address .set .set .sid address service.set default 把address 传进去 最后我们回来的呢 仍然是一个 OPRSUC 因为设置完了 我们还是想回到呢 当前的列表页 将最新的地址呢 查询出来 好 经过这一段编写之后呢 我们来看这个效果呢 有没有 首先呢 我们重新登录一下 好 现在呢 是这四个例子 这里边最后一个呢 是默认地址 那如果我点击第二个 让它设置为默认的 我们希望呢 第四个应该变成一个非默认收获地址 大家可以看 没有问题 这都是可以的 那如果我点击取消默认呢 那么所有的地址都不是默认收获地址 好 这就是我们经过改进的地址管理 大家一定要想清楚 这个地址管理呢 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在这些有效地址里边呢 最多呢 只有一个默认的收获地址 所以我们需要来进行这样的处理 好 那么关于地址管理呢 我就准备只讲这么多 至于说修改和删除呢 我们并不在这个功能里面给大家介绍 等我们讲完了其他的功能呢 大家也可以 回来将这个修改跟删除呢 作为一个任务 刻下去完成 好 那么到地址管理呢 我们先将会员中心的这些功能呢 告一段落 我们呢 下一次课将进入到管理员的界面 好 本次课我们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